凭证所税闯关 财政部长刘亦如在下午再度拜会了立委 希望能够在六月之前三读通过 不过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国民党立委都直言 现在连民进党的版本都还没看过呢 想要六月份三读 机会不高 六月通过有机会吗 努力啊 我们是不是这样希望 是的 决战六月证所税闯关 财政部喊出时间表 部长刘亦如请跑立法院化解期间 就怕政院版本自家立委也不贴 对因为现在立法院嘛 所以就是一切就是看立法院排出来的行程 那总统这边呢 因为好像像 我想就是反正现在就到立法院 所以我只谈 六月有机会对不对 总统有这样指示吗 总统有这样指示吗 有党团要提出交付协商的话 你算一算嘛 怎么来得及呢 最宽的方式出委员会 但是绝对不可能到院会三读通过 民进党版本还没送 政院版本同样意减分歧 政权交易所得税取消的时候 那就用政权交易税提高到千分之六 来替代 避免证所税成为不定时炸弹 安定股市 财政部期待六月前拍板 但前有美牛案瞧不定 后有投资人呛瞎变数多 闯关真的是难上加难 最后一会议的心理 展坡市场